各位師兄好,又是我Kenny 跟大家做功課 這場殺科日第六場四班千八米 這場馬,先講講步速先 頭三段是慢步速 是靠尾兩段快 總時間快了六線 應該是對後上馬比較不利 如果對後上馬比較不利 就要留意這隻牛精輝煌 他十二檔 今天有梁家俊也不用換過田泰鞍 擺明就是想搏 還要下飛 很多馬下飛 這隻馬,我看見是跑盡了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多多 多多是沿途包尾 因為抽了外檔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他的腳 他是沿途由頭到尾 直路都沒有換腳 一隻腳一口氣地跑回來 下次如果撿個內蕩 再懂得換腳的話 我想都很兇 他再進步一點就很厲害了 這隻馬可以 這場馬就是關鍵時機 介紹給大家 做膽他就贏了 重磅 因為他對上兩次 三板都追得很好 今天守住在中間的重磅 潘頓有活力飛彈上次贏的 都不騎 所以關鍵時機就是鬥志很好 贏了馬 活力飛彈因為潘頓不騎 就放回他的屬手技工 史卓鋒 但回到來 他是這麼多隻 放在前面的馬裡 最好的一隻 跑得一下 楊剛 神州復星 閃電王 開心日子守住 又不放 還有華麗在宴 擺錢 回到來 加州民進 全部都散了 只有活力飛彈 都頂得住 但是 最後幾步 就是 看到他是下班 就是鬥志成義 這隻學業保留評價 楊剛就散了 關鍵時機 贏得很容易 差不多有點收薑 這場馬 因為是賽事尋寶 跑完馬 也不是跑完之後 什麼都不理 要在賽事之中 找回一些 值得跟進的馬 如果尾的兩段 爆得這麼快 他沒段是23秒1 就是 比起標準時間 就快了四線幾 尾的 尾的那段 快了一整 看看 都是快了一點 快了一整 一線 變成尾的兩段 爆得這麼厲害 所以值得跟進的馬 就是多多 牛精輝煌 關鍵時機不用說 如果加了分 看看他怎麼跑 如何在評分 那裏搞 但上到三板 都是惡 我覺得 變成 可以看看他怎麼跑 首先 現在那隻 瓜州明進 會被推出來 負力飛彈 放在前面 守住 他也是這個跑法 但華麗再現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這樣 不斷 不斷 可能是否覺得他 慢步速在這裏 突然 那隻開心物資寶出來 就在那裏定住 之前是放的 突然間就定住來跑 馬都沒試過追馬 定住怎麼跑 大哥 大家看一下 現在的陽光 後來怎麼散了 多多現在在尾 貼著內蘭 省位 軍林大地 帶著白鼻窟 那隻被人阻 牛精輝煌 放在外面 三碟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多多的腳 最重要是 他的腳 和旁邊的牛精輝煌 入直路 和關鍵時機 收薑的姿態 關鍵時機 現在的馬子機 開始融 前面慢 有些融一點 他聽話 沒什麼搶口 這隻 榮冠大道 貼著內蘭 銅眼罩 剁了我的四重彩 回來草地 都可以 被他搞死了 王者在焰 外擋都沒用 現在你看到 牛精輝煌 是沿途無跡無阻 換了腳 你看一隻多多 現在才穿出來 一路不停出右腳 沒有換過腳 一路右腳 一路騎上來 然後又爆了 關鍵時機 開始是差不多收薑 但是 那隻多多 你看一隻腳 都沒有換過 牛精輝煌 換了腳 多多沒有換腳 都爆上來 爆贏榮冠大道 省位那些 大家可以看一看 猜一下 這隻多多的 再成熟下去 潛質去到哪 不知道他什麼時候 才會換腳 但這隻榮冠大道 真可憐 關鍵時機 就收薑 這場馬 麥加一鷹進去放 開心日子沒有放 你就當他沒有跑過 華麗再現 放前座 審集成兩隻 鷹放的 不放 不放那隻 就跟了三位 之前不是這樣跑 放他沒有跑過 軍林大地被人阻 阻了回來後 有些收工 但這隻馬也不是很多 神州複星跑得正確 但是 是有點洩毀的 但也沒有什麼特別大問題 可能是騎士問題 我想要再進步 反而陽光已經散了 跟前的馬 加州名進 華麗再現 閃電王 神州複星 活力飛彈 陽光 守住好位 是一隻活力飛彈 寬頓騎 擺出風 但這隻馬 回到最後一百左右 有點猶豫 可能這隻馬也是這麼多 也沒什麼盡力拆騎 這隻馬不多 但表現放在前面 這隻算是最好的 最重要是留意多多 牛精輝煌 多多如果再進步 就當你沒到 牛精輝煌 多多在這樣的跑法 又沒有換腳 又是沿途包尾 又慢步速 又要找位 再出來 這麼多問題 都爆得這麼好的話 這隻馬在這裏 除非華麗再現 那些跑得正確 才可以再評價華麗再現 和多多的表現 但是這場馬 多多是搶眼的 關鍵時機收姜 用班數欺負對手 我都說 這一堆馬 可以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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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時機 下班欺負 欺負對手 可以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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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場 最重要是要留意多多 牛精輝煌 那些 一定要用眼光騎士 看他再撿 更好 但還是好的 榮貫大盜 其實這隻馬 真的被他搞死了 一直以來都是泥地馬 泥地 快活谷 泥地 但是 沙田 還沒有好過 不知道今天沙田 就得了 沒辦法 他得了我就不得了 那四重賽就沒有了 值得留意 今天已經破了自己的數據 就是 由沙田 由快活谷 和泥地 繼續 都可以跑得好 突然間轉來沙田 可以破到數據 他其實很心急 很心急交代 上次我都介紹他的 是今天 跑來草地 我就不敢買他 跑來沙田 他就搞死了我 但是是沿途省位 已經是覺得 跑得七七八八了 但是 都是 都是跑得漂亮的 這一場就留意多多 最重要是留意多多 因為他 還未換腳 如果他 懂得再換腳的話 我想 就 不用一口氣 在那條直路上衝 應該都很好 這場就 留意的馬 就是這麼多 賽事尋寶 到這裡 多謝 拜拜